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讲的是 讲的因着性 把讲道调出来 好 谢谢 讲希伯来书11章1节到16节 我建议大家有圣经的 把圣经翻开 我们已经习惯看PPT 但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分享 我都建议大家圣经翻开 因为圣经翻开的时候 帮助你对圣经的熟悉 如果我们不吃神的话语 其实是靠听道是走不了这条路的 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吃神的话语 我们讲因着信 今天我也是按照这一句句 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起 什么是信 上个星期是福音主日 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差不多100左右的人信主 然后他们到了世界各地 有回中国的 也有到其他地方的 那么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 究竟什么是信呢 其实这个信和中国常常讲的 我信有一点点不同 并不是我信有耶稣 并不是我信有上帝 而是我要信而跟从他 那我们看什么是信呢 十一章一节说 人 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大家翻开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把这句话大家一起念一遍好吗 加深印象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望之事就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你信什么 如果我们信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的 那不是叫信 信的是我们所盼望的 但是有些人说 诶 宗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精神寄托的意思就是 我有盼望就行 但基督徒和所有有精神寄托的人不一样 就是你不仅有盼望 且你所盼望的那个对象 它是实在的 实底的意思就是确实的 是有证据确实的 那么未见之事的确据 讲的也是一样 就是我还没有看见 但我有确据 那我们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说 我把今天过好了就行了 不要想天堂的事 好像有两类人 一类人专门想 未来我能不能上天堂 我只要能上天堂 今天要随便过 只要是底线就行 还有一类人呢 说我今天一定要过好 至于天堂有没有 就放在那 我说这两类人合并一下 就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 既要过好今天每一天 每一天都乃与神同行 但同时你一定要想未来 想永恒 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证据 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想永恒 如果你不想永恒 你就超越不了生死 你也超越不了今天的苦难 你会有很多的不平 很多的觉得上帝实在是不公平 我们小组 这个星期五 因为是马上分组 一边分组 最后就有 你所有有疑难问题问一下 有人就问我 他说 师传的 你有没有过怀疑神的 我问我们小组 你们没有怀疑过神的 举一下手 还真有几个 大概有四个 好像 哇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福的 因为他们单纯的信心 就跟着神走 那我其实是 属于那种怀疑多多的人 非常多 每一个艰难 后来但是我觉得 这个怀疑多 其实是神的恩典 因为你每一次怀疑 都是你已知的神 和真实你遇到的 或者这个实底有所不同 然后你才怀疑 我明明知道神是这样的 神怎么现在这样做了 你就开始怀疑 所以每一次怀疑的解决 都是改变自己的怀疑 所以借着不断地怀疑 不断地查经 不断地经历神 你对神的认识 就渐渐地更趋向 那个实底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自己会怀疑这个信仰 不经过怀疑的信仰 其实可能之后 还会有怀疑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怀疑了 但我们忘了 我们比较顺服 那么在二节 十一章二节说 古人在这信上 得了美好的证据 整本旧约 几乎都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古人 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第三节说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 借神话 不是神话 而是借神的话 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 作为中国人 我是一个非常受中国文化 熏陶的一个人 当然我们在座的 有很多是比较西化的 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 其实在这里 中国人是比较在乎 怎么样实用主义的 中国人一定要有用 这个人要有用 这件事要有用 这个信仰要有用 我们比较在乎这个 所以我们每次 一讲到因着信 我们信的就是上帝的爱 信的上帝的同在 信的是上帝能够掌管明天的事 这些我们都能理解 但我们很少去思想 上帝创造万有 就上帝 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创造万有 我们常常忽略 这里为什么他因着信 信的第一条 就是诸世界 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你只有信这个 你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他而来的 其实这一句话奠定了 整个基督教信仰 最根本的东西 你所有的一切 你觉得好的 和你觉得不好的 所有的事物 有的人爱大海 有的人爱山 有的人爱明花 有的人爱狗尾巴草 但这一切 没有区别的都来自于神 当你知道一切 都来自于神的时候 你才不会有那么大的 自我的主见 来分别 神最近是祝福我 还是这件事情上 不祝福我 当你在考虑神祝福我 和不祝福我 神对我好 还是不对我好 神怎么这样啊 怎么那样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思考到 一切处于他 一切归于他 所以这个是信仰的第一条 然后在以福所说 二章八节到九节说 你们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处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处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句话 当我们知道 万有都是从神造的 那么我们自己 是不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的信心 也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的信仰 也是从神而来的 几乎你是 本着神的恩典而信了 信了以后 你也得本着神的恩典 一步步走 这才能除去 我们的自夸 否则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挺有信心的 有自夸 我们就会轻看 没有信心的人 我们觉得自己 好像为神做了一些 有神的一些恩赐 我们就会轻看 似乎没有恩赐的人 或者你会看重这种恩赐 敬拜的恩赐 大家都很看重 你会看清 做饭的恩赐 当然在我们教会 做饭的恩赐 不会被看清 大家都很重视这一点 那你可能会看清 那句打扫卫生的恩赐 或者你会看清 特别会笑的人的恩赐 笑是不是一种恩赐 招待主特别的 渴慕这个恩赐 对吧 因为他们 我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都盼望他们的一个笑脸 但你要知道 招待主的人是最早到 他得一直笑到结束 好几个小时 那是需要恩赐的 出于自发的笑 笑不了几个小时的 所以招待主 当你们不能笑的时候 你们要求恩赐 笑是一种恩赐 我就不太有笑的恩赐 其实 我笑就是觉得挺累的一件事情 妹就比较有笑的恩赐 我们过去有一个姊妹 有拥抱的恩赐 对吧 俊俊 那我就没有 我也向神求 后来总算我可以 也有拥抱的恩赐了 这是要恩赐 免得人自夸 那么第二条 我们看到 因信得生 首先是神所创造的一切 首先信的是这个 然后就是因信得生 我们看第四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着他礼物 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 仍旧说话 西伯拉罗 大家都说比较难读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每一句话 其实都对应着 旧约的一个故事 这里就讲到 亚当夏娃 最早生的两个孩子 亚伯和该隐 亚伯呢 是牧羊的 当时 你知道 亚当夏娃 他们犯了罪以后 神用什么给他们遮盖的 是用皮子 什么皮子啊 其实圣经没有血 我们想象的是羊皮 其实没有血 是动物的皮子 那既然动物的皮子 那一定就是预表的一个献祭了 就会要杀动物 就是有血 其实就是让动物替我们死了 后来这个动物就是羊 又预表着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 所以当亚伯来 亚伯来牧羊的时候 其实当他把这个羊 献给神的时候 他代表着他能记得 第一人是有罪的 第二是需要献祭的 因为他一旦杀羊剥皮 马上就会把他爸妈 跟他的事都讲了 所以亚伯献的是什么呢 献的是按照神的意思 献祭的一个献 而甘寅所献的是什么呢 甘寅有一日 甘寅拿地里的出产 为贡献 贡物献给耶和华 我们会觉得神很不公平 怎么看重亚伯的 不看重甘寅的 甘寅并不是说 这个谷物比动物便宜 不是的 甘寅献的祭 它是叫工作之祭 在旧约里面讲 就是将你 那个第一 就是第一波这个谷物 麦子啊 稻子啊 你抓一把 举祭 是吧 摇一摇 这个叫献工作之祭 就是我勤奋工作了 我把我勤奋的工作 来感谢神 这是感献祭 它不是贡献祭 所以其实这里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因信得生呢 亚伯因着信 知道自己是罪人 他向神献的是悔改之祭 我是罪人 我献这个祭 这个羊的血来遮盖我 但该人献的是工作之祭 你看我做的 我种的地 我把这个 我种的东西献给他 我们在服事中 也有两种祭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有两种祭 你跟看中哪一种祭 你看中在神面前 普服认自己的罪 认自己的过犯 求神赦免 你看中这个呢 还是看中 我不停地做工 为主做了这些 我比别人做得多 我比别人好 献给你 上帝看中 我们知罪 悔改 顺服 远远超过 我们献给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在教会 什么是最好的祭 是你悔改 顺服的祭 当你悔改 顺服了 神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什么祭是自我的祭 就是我觉得教会应该怎样 我来做点什么事 然后觉得 你看我这个做得多好 别人都没做 我献给你 所以这里是这个原因 因性得生 亚伯 最后有没有得到好处呢 神喜悦他 人看来没好处 他被该隐杀掉了 按理来说 我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但是他怎么说 亚伯却因着性 他仍然说话 最近普世丰盛 是普世丰盛吗 就是安平他们 做了一个系列 叫因性说话 这个系列建议大家去听 他将历史历代 选择特别好的性 就是写性 书性 他读一遍 然后大家去看 今天我也会读两封书性 一封书性 一封日记 给你们听 就是这些人虽然死了 这些人虽然没有得着 他所盼望的 好像那个东西 但是 他的虽然死了 他的生命却说话 有的人虽然活着 他却不能对人 传递神的话 那么十五 而第五节 以诺因着性被揭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揭去了 只是他被揭去 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这里讲到的是 创世纪五章二三二四节 以若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然后以若是个特例 他没有死 就是肉体没有死 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死 而是记载 被神揭去了 我们是不是都很盼望 我们不用经过死亡 被神揭去 但是以若是被揭去的时候 跟神同行呢 还是被揭去以前 跟神同行呢 以若是被揭去以前 得神喜悦呢 还是揭去以后 得神喜悦呢 以前 我说个笑话 经常 弟兄姊妹 就是有些 就是 其实还不是这个教会 过去 我们牧羊的教会 有一个姊妹 她就特别想着 我一定要去天堂 经常跟我谈的就是 我是不是肯定去天堂了 然后多少年 她都跟你谈这件事 她说我每个主日都到教会 该捐的钱都捐了 我肯定是应该上天堂了 我觉得她是能去天堂 因为她确实是信的 我说你为什么 那么纠结天堂的事 她说那不是亏了吗 我忙一辈子信着 最后没上天堂 其实她的这种想法 也很感动我 因为我常常忘记天堂的事 光想着地上为主做工 其实神是喜悦她的 要去天堂 但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想不想跟耶稣在一块 你查经祷告 你来教会聚会 你喜悦不喜悦 如果你都不喜悦 你一定要去天堂 去了以后天天跟主在一块 多难受啊 你要是在地上最喜欢的 就是出了这道门 可以吵架 可以骂人 可以去读一读 可以去喝一喝 或者去干点所有的事 你觉得最约束的就是你白天 来教会的这半天 那我说你其实应该申请不去天堂 不然太痛苦了 那上面全是光 所以以诺她得神喜悦 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因着性如何生活 就是献祭的生活 与神同行的生活 阿们 所以当我们在永恒里面 现在的岁数 哪怕我们最年轻的 比如十几岁 你活到一百岁 你也就八十几年 其实还是很快的 但是你在永恒里面 你要与主选择与神在一起 选择与爱 与光明 这些在一起 那你今生就要喜悦 爱和光明 所以我们教会要怎么样 彼此相交在光中 好我们来 我们讲到天堂这些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完成宋上节的传记 我想读一篇 宋上节的第一个儿子 天成 就一路天成的天成 天成他 就是只活了三个月 他是料毒症 其实我后来看是料毒症 当然他那个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症 就孩子生下来 一直有料毒症 然后他过世 那我读一下 在他过世的前后 两天的这个 节选了一些日记 我们就看一看 宋上节和我们是同样的人 也有家中孩子生病 也有死亡 他是如何看待这个死亡的 宋上节日记里面 1930年11月22日 秦美 秦美就秦天美丽 他喜欢这样写 秦美 天明起床 为天成备药 见天成膀胱照旧 就是他的膀胱都是因为发炎 红肿 他前面以前 之前说过 酿的就是让人看得很心疼 这个三个月的孩子 天英 就是他的大女儿 大女儿当时有一个疾病 就是尿床 不仅尿床 还吸食什么都会 就难以自控 他说天英 女仪软食 就那西 被龙眼干擦 令他扶之 他仍已使楼梯 各级打扫一遍 下楼 洗面 刷牙 读经得适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说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幸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性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早餐与华言 华就是他的妻子 人为肉体所范围 就被肉体所局限 自有肉欲 非肉欲 则属肉人 无以生子女而眷顾之 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话 他就不会生儿女 也不会眷顾 若非经过人生之苦痛 则无以与世界之苦痛 表同情而安慰之 意思就是如果我自己不经过人生的苦痛 我就很难对这世界上的苦痛 有同感 有同情 若非常人世间各种之苦痛 则无以寻出彻底解救之方 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 耶稣常进人世间各种苦痛 所以他的解救方法就是替我们死 父母爱子之心乃天然的 属灵人虽知私爱假 属灵人虽然知道 作为父母的爱 作为 只要是私爱 哪怕是亲人 恋人的爱 都有他虚假的一面 但是 他说什么呢 然 由此 足悟天父之用心 人难破人禁足 人很难让另外一个人逼迫他靠近足 也难命人超过肉体私欲之外 这里我们看到 他一个孩子将死 一个孩子有这样的疾病 他常年在外宣教 宣教回来 他也和我们一样家里一团乱 他要一级一级楼梯去打扫女儿拉的膝 但是打扫到楼下以后 他仍然读经 而我们呢 常常是情绪被挑动 并不是这个活干不了 情绪被挑动 觉得太烦了 我们就不看书了 我们好像读圣经一定要平静安稳 样样都很好 最好也不下雨天 或者就是样样都好的时候来读 但是他在读经的时候 他在经历人生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想到 因为人有私欲之爱 上帝也借着人的私欲之爱 让人体会天父之心 圣经中也借着像雅各 旧约雅各 借着两情相悦之爱 来让人体会人和神之爱 也借着人父母儿女之爱 来体会天父之爱 第二又过了三天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时早晨六时 我寇门入房 知而全夜不能云奶 面成怪胎 气上下不通 上吐而下履谢 我触华智儿于摇床 为儿唱束手安慰时 请他归天后 为我问安一切 在天的兄弟姐妹 至关后 我们唱第二版 十七首诗 用望主再来调 唱童子在天时 您加深读埋葬礼文 戴美泰 祷告 这都是他的同工 盖以土 使成肿状 致许多草块其上 本早 我用摇床下的木片 做墓碑 天 送天成 八月二十九号生 十一月二十五号 是是是受三月正 我与米泰言 天成虽处是指三月 然已完成父之 父要送我天成 特遣他来 这都是他日记原文 天成就是他儿子 离世后第三天 送上节离乡 就离开了家乡 因为那个时候 主给他一句话 说时候到了 离开家乡 往我要引领你的地方去 他的妻子 伤痛 病在床上 他的女儿 一直这个病 他也一直祷告 神病没有医治 他的儿子 更是一直祷告 神也没有医治 但他不会因为 这些没有医治 没有按他的意思 医治 他就不去服侍神 八个月后 这一趟出去 出去了八个月 八个月后 在路上 就从上海 回土田的路上 船要翻 然后他祷告 后来他就带着 他的圣经 和他的日记 跳到那个小船上 就他的血经 这个故事 我就不讲了 然后传难得救 回到普天 他废了许多的周折 才找到天成之墓 因为当时 凝时匆匆忙忙 一埋 然后插了个木牌 找到以后 这句原文 他说 木片 经风吹雨淋 至极不清 坟上长着秘密的小草 他用文言文写的 他说 我甚悲喜相通 甚至是宋藏杰的家人 跟我介绍他的时候 都是说 他是一个不要家的 他是一个 好像就是像疯子一样 去传福音 没有那种细腻的儿女之情 但我读到这里 你想这八个月中 他是不是一直在想他的孩子 八个月后他回来 他没有跟他妻子一起去扫墓 因为他怕他妻子伤痛 他跟他的同工 去找到这个墓 墓上自然会长了草 小草 他一个一个跪在那 把他拔掉 他在日记中很少 写那么情感的话 他说心甚伤痛 他说天成我儿 他回去跟他妻子讲 说天成我儿 时是为我而死 所以他重新给小儿子 立了个石碑 石碑上没有几号几号 生到哪一天 只有三个字 送天成 因为他说这个 死在这里的这个孩子 是为我而死 上帝告诉我 这就是天路逆成 这就是送天成 也是预表他 我读这个的时候 我很感动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我跟我先生没有孩子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共其实 我有过四个孩子 一个是 是我所犯的罪 第一个 我们主动流产 想着要做事业 成功啊 来美国啊 等等 后面三个都是公外运 我当时每一次 公外运的这个过程 我都觉得 第一次我就觉得 上帝你根本 我刚刚信主没多久 你让我不搞这些 所谓事业了 那我就好好过日子了 第一次公外运 我觉得如果真的 当然不知道是公外运了 一开始 如果真的孩子没有 那我不能信 最后我发现 当你觉得不能信的时候 只要起初你是真信 他就像一个椅子放在这 一个什么东西 你说这个 你不承认他 或者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 或者你有一个爸爸 你说我现在不信 这个是我爸爸 他还是你的爸爸 是不是 第二次我说 那时候我已经要在读神训院了 我说你如果 正好呼召我要去读神训院 我说这第二次 而且弄得很难看 因为生命纪刊 在号召 全部这个祷告网络 在为我祷告 很多牧师很有能力的 为我祷告 明年这个时候抱个孩子 他们全都祷告没成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这时候又怀疑 那觉得神肯定是要给了 然后又没有 当时我说 如果这次没有 我信还是会信你 但是牧师这行 是肯定不干了 最后还是信 而且我们的小组 我当时带的小组 都是牧道友 都是不信的 他们也跟我一起成长 到第三次 又怀孕 又在保胎的时候 他们就围着我的床坐着 也不在乎 或有或无 但第三次后来又是公怀孕 其中还动过手术 我还跟神说 我说 你即便让我没有孩子 你就不要让我怀嘛 即便怀了又没有孩子 你至少早早的留掉了 就不要让我动手术 切掉舒暖管 但神不是爱我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在 你去最后要刮工 牛铲要最后打那个针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怕疼的人 我会跟主讲 而主 你看到这个时候 我又只能叫主了 也没有别的人帮你 而主你帮我 使我不疼 他真的就使我不疼 三次公怀孕却毫无危险 这是很少的 我曾经跟一个人发牢骚 我说 医生说 我这个公怀孕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除非第三次 因为已经有损坏了 我说这个千分之一的几率 难道我要碰两次吗 他说你要不碰到这个 那999个人 其他人就得有人碰 你不是说神很爱你吗 你就去承担这个 你一承担了 那一千人里面 那999就不用承担 他说的是很荒唐的一句话 但是我在想 凭什么基督徒 有神的人却不该经历苦难 都要让没有神的人经历呢 上帝是公平的 但上帝也有一点不公平 上帝对他的儿女特别的爱 对他呼召的人特别的爱 因为之后在一次祷告的时候 上帝让我看见耶稣 半梦半醒之间 看见耶稣拧着我的四个孩子 有男有女高高低低站在那 在天堂的门口 我这个经历 我这个经历很少分享 现在我是比较平静的可以分享 之前我都不会分享 而且好像也挺灵恩的 反正我也 不是从灵恩教会出来 但是灵恩却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当我看到宋上节 那段时间我就读宋上节日记 当我看到宋上节这些 我特别感动 我没有他这样 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天堂 那些我们挚爱的 那些我们失去的 都在天堂等我们 他们也在天堂看我们 看我们如何过这一生 所以感谢主 我看到宋上节 俯俯趴在他那个孩子的摇篮上面 为他唱赞美诗 并且对他说 你到天上去帮我问好 那些弟兄姊妹 我相信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那些失去的孩子 失去的父母们 他们在天上 帮我们问候耶稣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后 我们给你们看点照片 这上面就是宋上节和他妻子 他手上抱着的 他是他第四 其实是第五个孩子 小儿子 然后下面是他的三个女儿 这个小儿子 后来在宋上节 在香山养病的时候 这个小儿子在上海 也八岁 也过世了 所以宋上节就跟神说 他有一次祷告 他说神 难道是你让我没有儿子吗 他说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儿子好 那就没有儿子 我们能不能向神说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好 那我就这样 所以对神最大的敬拜和赞美 就是顺服于神给我们的环境 以这个环境为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三条 就是我们来读 十一章的第六节 每一次好吗 我读双数节 你们读单数节 人非有幸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我们在这里看见 讲因性得次 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 我也一样啊 我们因性而能生活 就存在 生活 当然我们更希望因性能够得到赏赐 但是神赏赐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不仅要相信这位神 我们且要到他面前来 那个宋长姐也说过 如果你没有什么困难 别人要把你逼迫到神面前 其实挺难的 我们通常都是因着各样的困难 来到神面前 其实你有了困难 来到神面前 本身就是神所喜悦的 这就是一个信靠 信靠以后呢 且相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 但接下来让我们看见 什么是神的赏赐 第一个赏赐给罗亚 我们来看 罗亚神赏赐给他什么呢 他第一指示他未见之事 那实实在在的物质赐赐呢 是让他准备一个方舟 这个赐赐够大吧 有没有人去过香港的方舟公园的 对 哇真是好大 像个酒店一样 但是你回头想想 今天你愿意得这个赏赐吗 今天神给你一个浴室 说在这个地方会下雨 下到了都 他当时就在山上 然后下到这个山都被淹没 然后你要坐一条船 这条船呢 是一个方向子 只有顶上有个空洞的 而且告诉你这件事以后 它是怎样呢 是动了敬畏的心 它并不是那么喜悦的心 我们觉得神给你一个浴室 你应该特别喜悦 特别兴奋 不是的 他动了敬畏的心 其实对审判有敬畏 所以他就开始预备一支方舟 那方舟预备了很多很多年 最后呢 这支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什么叫定了那世代罪 因为这个世代 他们都不愿意信神 不愿意造方舟 如果当时他在造方舟 他肯定会说 神给我这个浴室 说要造个方舟 要有洪水 如果其他有信神的人 一定也去造方舟 所以可见 那个世代 就像圣经讲的 满了罪恶 没有人相信神 就像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今天有耶稣这个救恩 如同方舟一样 你愿不愿意躲到 这个方舟里面来 不愿意躲到 就自己承担自己的罪 所以他自己就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所以第一个赏赐 我们看见例子 是神有欲是 他因着敬畏审判 而按照神的意思 去做这个方舟 非常辛苦 做了很长的时间 并且被人嘲笑 但是他得救 这种得救 就叫与世界分别为甚 在做世界上都不做的事 第二个 亚伯拉罕印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是一个 我们说是信心之父 他也是个移民之父 我们今天告诉你 移民美国 那有个准确的地方 美国是怎样的 大家都知道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 他是很好啊 他要得地为业 是不是今天我们最喜欢的 一个得一个大房子 方舟 一个得一个地 加南美地 但是你看 他们得的这个过程 我们都看到的是结果 我们没有去想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出去以后并不知道要往哪去 然后到了要得为地的业的地方 好多的人在这 他只买到一个洞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得地为业 当神要给你的时候 其实挺困难的 因为你不愿意按照他的意思走 所以这里也是叫因信 得到这个赏赐 亚伯拉罕是因着信 得到这个赏赐 第九节 第九到第十节 他们因着信 就在那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 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是一个居住帐篷的生活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们很多的教会 我们往往都忘记 今天的生活是帐篷的生活 我们努力地建大教堂 努力地把自己家弄得很好 弄得很好没有错 我们把教堂建得美轮美奂 没有错 但是如果这是我们核心目标 而不去拆派人出去传福音 这个教堂 我去欧洲有那么多漂亮的教堂 里面却没有几个人 真正生命被改变来跟随主的 那就叫本末导致 有一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也在构话 我儿子要怎么写啊 要怎么弄啊 我突然有个念头 如果今天晚上 耶稣来发个一面 告诉我们这些掌制同工 告诉世界各大牧师 主要是各大牧师 掌制同工也没寄存多少东西 主要是各大万人教会的牧师 等等的 神讯院长告诉他们 我明天早上六点回来了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哎呀来不及呀 这堂刚建完 或者才建一半 好歹你让我们建完拍张照 对吧 哎呀那个什么什么事也来不及呀 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地上的那些坚固的财产 来不及 白瞎了 我前两天在健身房 在那游泳碰到一个人 他是个牧师 美国牧师 他是做各个就是基督教学校 包括其他学校 就很多学校的那种 那种就是叫条规的 他是专门做这个的 他就叫大牧师马上问他 哎呦说你们教会在哪啊 多少人啊什么 就是你看很自然的 我也是这种人啊 就会问 一问 他说我们现在做家庭教会 那我说你们干嘛要做家庭教会 中国呢是不能做大教会 那都地下家庭教会 你们为什么要做 他说我们觉得 因为我一年有很多时候在中国 我在中国 我觉得中国那个家庭教会模式 是真正的教会 很好 就像我们现在的小组 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接触 都会成长 都会一起读经 所以我们现在大教会不做了 做家庭教会 一家一家的 他说我们 我娶了一个韩国姊妹 然后我弟弟娶了一个中国的姊妹 我们就专门做这些 就是少数民族 各个民族的这种家庭教会 我问他 我们讲到学业的人 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读书读的什么呢 他读的是福乐大学 教会建设博士 就教会建设系 专门读教会建设 哇我想真是教会建设 那不是多有用武之地 建个大教会 多气派 你对三个人 五个人讲到 跟对人多一点 还是不一样的 人多一点 你感觉是 讲得有近一点 但我在神面前 问神 什么是他的心意 他的心意 就是有更多的人 因着信他 今天能超越自己的苦难 他的心意 就是有更多人 能够天天盼望主再来 在宋长杰的墓碑上 就有一行字 他四面嘛 一面就写 主啊 快来 我们有这样的心吗 主啊 快来 好我让你们看一些 出去却不知道往哪去 或者说出去 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今天我们移民 是从中国移到美国 其实中国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跟美国 也没啥区别 但是这里可以自由地敬拜 但是也有人 是从西方 移到中国 大家知道 我今年要写的书 是庚子年 写庚子年 死在中国的那些殉道士 我今天 也是因信 说话 我也给大家念一封 遗书 我们来看到 这个就是爱师母 这个是四个孩子 这是爱师母和爱牧师 结婚的时候 爱牧师和他的妻子 是一起来到中国宣教的 后来他的妻子死了 留下了四个孩子 而这个爱师母 他也到中国去 他在中国带 他是学教育系的 他就带那些宣教士的孩子们 后来他就也要帮助他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有了爱情 这是结婚照 在这幅结婚照里面 只有几个人活着 只有前面这两个 夜守真夫妇医生 没有在1900年过世 还有一个 这一位 其他的都殉道了 这是四个孩子 这个大女儿 二女儿 是在我去过的太古被杀的 因为他们 他们带不了四个孩子 把两个大的就放在太古 跟另外一个牧师家里一起去 然后这个两个小女儿 还有她肚子里面 马上要临棚的一个孩子 一同被杀 被杀的经过 以后大家可以看书 或者在网上查 我今天想读给大家听的 是她 8月3号 8月6号 她被杀 8月3号 写给亲人的遗言 那这因为孔祥熙和 因为孔祥熙和他们几个 都是其中有一个 没在照片里面 但也是他们在一起的 那个被姑娘 是孔祥熙的 等于孔祥熙任她做像教母一样的 就是像大姐 像教母 所以他们把很多之前的遗书和日记 都交给孔祥熙 让她先逃出来的 那之后他们留下了 那这封信 信免于难 没有被毁掉 好 我们来看 他们当时本来已经要回 就是他们定期要回各个国家去换人 他们是因为当时1899年秋稻 就是秋季种稻子全都失败了 所以到1900年春耕的时候又无雨 连续两季 所以当时在那个整个山西 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大饥荒 大饥荒 所以他们就没有回他们的国家 留在那震灾的 就从这边募捐过去震灾 但就因为去震灾 留在了中国 就死在了中国 最后一开始是被骚扰 个别的杀 但到1900年6月 慈禧后来下了一道门 就是全杀 下到各个省 那这些我们可以去看历史 我只想读这封信 就是当他们已经知道快要死的时候 当他们知道两个女儿也已经过世的 已经死的时候 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 跟着主的命令出去了 去到这样艰苦的地方 将爱全部给了中国 给了中国人 但是似乎他们没有看到 他们所想看到 似乎所望之事 没有被他们眼见 但是他们是怎样信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 因着这个实底 他们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之一 成为见证之一 爱师母 8月3号写给亲人们 我所最亲爱的 我要鼓起勇气来再次写这封信给你们 怎么样能把 使我把最近所有悲惨的事件一一写出来呢 真希望你们不用听这些 我们所亲爱的七位授阳同工 包括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在内 竟给扣上铁链 坐上求车 押解到太原府去 在那里由巡抚下命令 和在当地的朋友们 就中国的基督徒们 共33人同时上刑场斩首 真实的历史中不仅斩首 就是在衙门前不仅斩首 而且颇心 把心肝肺全部捞出来 这惨剧过了三周后 连我们在太古福音站的六位同工 加上数位勇敢地陪伴他们的信徒 也全遭杀害 我们现在正等候 应召回家了 我们想过逃到山上去 但可惜计划失败了 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们是死囚 都可 谁都可以来把我们的东西盗去 当然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能苟存 老实说 巡抚找出告示 沙洋人是为国效力 只是因为我们的同道 还暂时能缓和一下 就那些中国的基督徒为他们疏通 这一块暂时缓和 若是那群太古的全民涌来 我想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听说联军已到达保定府 正在议和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巡抚却想加快完成他血腥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山西省 亲爱的 我是何等渴望见你们一面 但恐怕 我会在地上 我深爱你们 因为在地上 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么亲密 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 而你们也不会忘记 藏眠在中国的我吧 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的一刻的 主奇妙地与我亲近 他不会使我失望 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 而紧张莫名 不能自意 但神把那种感觉也挪走了 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 匹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 就是帮助 帮助我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 痛苦会很快过去 随之而来将是天门大开 欢迎我们的甜美 我府中的婴孩会与我同去 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 同时我亲爱的母亲 会欢迎我们 因为她的母亲也在天上 我不能想象 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 但深信一定能补偿 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 亲爱的 多亲近主 多少抓住世界 除他以外 再唯无别处 可以寻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 但力不从心 这一刻我极需要保持平静安稳 我没有后悔来中国 唯一遗憾的是 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 这两年来 甜蜜的婚姻生活充满快乐 我将与我的良人同生共死 我以前是害怕分离的 但我想现在要逃生 除非有神迹出现才成 我爱你们 和一切为我带到的朋友 我们读这段信 我们看见 就像以利亚 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殉道者 也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们也害怕 也会想逃 女儿死了 也会难过 但是 他相信天门 当我们地上的日子 结束的时候 就是我们天上的家 为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当我们在地上哭泣的时候 就是天父将我们的眼泪 收藏起来 成为冠冕的时候 今天这个世代 有基督徒在被杀 有基督徒在坐监 也有基督徒得着 神所给的荣耀 我们能选择吗 如果我们能选择 每一个人都会选择 将自己平静 安稳 喜乐 有荣耀 人人看为羡慕的生活 来作为见证 但主所要的是 丰丰富富的 基督生命的见证 也许今天 我们被选择 以我们的才华 以我们的金钱 以我们美满的家庭 为主做见证 也许明天 我们就被选择 以我们的忍耐 以我们的吃苦 甚至以我们献上自己为基 以我们的殉道 为主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愿意吗 你是我们要自己选择一个 自己的 像该隐的那个工作的成果 来向主献祭呢 而是我们选择 俯伏在神的面前 俯伏在这些 殉道者和见证人面前 对主说 我是何等不配 但我愿意 人生或短或长 或者像宋天成 只有三个月 或者像 为我取Richard这个名字的牧师 等一下我现在一下子 腾进辉 活得很长 我们能选择吗 我觉得对上帝最大的敬拜 就是我不选择我的道路 对上帝最大的信任 就是我拉住你的手 最至高的生命价值 就是这个生命 能够让人 看见神的荣耀 就是这个生命 虽然死了 仍然说话 就是这个生命 虽然身体被捆绑 心灵仍然是自由的 就是这个生命 不受世俗名利的捆绑 不受金钱的捆绑 不受身体病痛的捆绑 不受死亡的捆绑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见证 往下好吗 所以十一章十六节 最后一节 我盼望是上帝 也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他说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止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到三节 耶稣曾经对我们说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上帝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座城 而且这座城有我们的住所 不仅有住所 且有我们的家 因为有最爱我们的天父 因为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那里 能与爱慕师母 爱慕师 与他的五个孩子 也与我自己的四个孩子 也与你们的爸妈 也与你们的孩子 与那些死在中国的 多少个殉道者 与那个 鸡教三变前不认主 却倒定十字架的彼得相遇 我们是不是盼望 如果你信的神 只能管 拜一拜就灵 不拜就不灵 捐一捐钱 他就给你加倍的钱 不捐没钱的时候 他就弃你不顾 那个不是我们的神 如果这一位神 这一个信仰 是要我们整天紧紧抓住 身怕一松手 我们就又落入低谷 心中仍然充满苦毒 仇恨 计较 那我们是何等的可怜 主是何等的忧伤 我们能不能像 宋上杰一样 虽然失去儿子 失去他唯一的 两个儿子 但是他却得着 十万个灵魂 无论是我在东南亚 在欧洲 在美国 在中国 很多的人一讲起来 他们都深受宋上杰的影响 或者他们的祖辈受他的影响 我们能不能像爱师母 还有很多的顾姑娘 很多的不知名的殉道者们一样 虽然死了 却仍旧说话 这样的信仰何等闪光 也许活九十多岁 也许只活很少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信仰 是这个世代不配有的 这样的信仰 是这个世代的人 真正羡慕的 如果你说 我的信仰 我们这位神 就是我能让你拿到绿卡 他拿到绿卡以后 为什么还要你呢 信仰呢 如果这个信仰 就是我能赐给你一个儿子 那人家只要动一下脑子 就问 怎么你们教会 不是个个有儿子呢 如果这个信仰能够让你发财 那更 除非他真是 就是不太动脑子 就是一厢情愿 自己骗自己 是一个人都看见 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信仰 只是让你在地上 活得比世俗的人 更加世俗荣光 这个信仰 它是能够让你 或处贝贱 或处荣耀 或处富足 或处缺乏 都能够满有喜乐和平安 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 谁没有经过苦难 谁不曾有过缺乏 谁没有烦心的事 我们是要在我们的苦难中遇见神 在我们的缺乏中遇见丰富 在我们的残破中遇见完整 还是我们只要一个锦上添花的信仰呢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